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年世界雨连泰国大师赛已经落下帷幕 中国羽毛球队在决赛日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战绩 以一贯一亚结束了本战比赛 在一场激动人心的角逐中 女双决赛上 中国羽毛球队毛球小将组合李怡静 罗须敏 对阵东道主泰国组合本亚帕 伦塔卡恩 比赛进行的异常激烈 第一局 李怡静 罗须敏有些慢热 无奈出现了一些失误 泰国组合抓住机会 很快就以21比13先胜一局 面对泰国队的强势表现 李怡静 罗须敏 难以轻易就范他们振作精神 第二局 展开了顽强的反击 双方一度陷入了激烈的交锋 下半局李怡静 罗须敏 加强攻势取得领先 并以21比17扳回一局 而决胜局 双方的争夺 更是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比分多次占平 当比分占至25比25平时 泰国组合顽强连得二分 以27比25锁定胜局 最终以总比分2比1取得胜利 获得女双冠军 李怡静 罗须敏则是无缘生涯 首个巡回赛冠军 而在南双决赛上 中国组合何继婷 任祥宇 同样遭遇了一番艰难 首局他们也显得有些慢热 出现了一些失误 而泰国组合佩拉柴依 帕克卡波则是打得比较主动 以21比16扒得头筹 但在第二局 何继婷 任祥宇 加快了比赛节奏 连续打出进攻 以21比14扳回一局 决胜局中 双方在比赛开局阶段的争夺极其激烈 不过随着比赛的深入 何继婷 任祥宇 逐渐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权 最终以21比13锁定胜局 以总比分2比1逆转获胜 这是两人搭档后获得的第二个巡回赛冠军 也是两人本赛季的首官 何继婷 任祥宇 此般勇夺男双冠军 实属意外之喜 在本战比赛开始前 外界并不看好他们能够夺冠 因为无论是从世界冠军 还是以往的战绩来看 有好几对男双组合 都比何继婷 任祥宇更为强劲 但是何继婷 任祥宇 却展现出了顽强的实力 他们在半决赛中淘汰了头号种子 决赛更是逆转大黑马 从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羽毛球队的新秀们正在不断冒起 李怡静 罗徐敏和何继婷 原祥宇就是名正 他们在本战比赛中虽然未能称王 但却展现了出色的冲击和实力 在国际赛场上散发出了阳刚的光芒 这也为中国羽毛球队 毛球未来的发展 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对于中国羽毛球队来说 李怡静 罗徐敏和何继婷 任祥宇的表现 无疑是一次亮点 他们在徐回赛上的精彩表现 不仅为球迷们带来了惊喜 更是为中国羽毛球队的未来 增添了一道璀璨的风景线 这样年轻的选手 拥有着不俗的实力和顽强的意志 相信在未来的比赛中 他们一定能够闯出一片天地 李怡静 罗徐敏和何继婷 袁祥宇是中国羽毛球队的希望之光 无论是女双还是男双比赛 他们的表现都让人为之惊叹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 英雄初少年中国羽毛球队的未来 正有着这样一群年轻 有违的冠军热血在燃烧 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希望 也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 在男双决赛上 何继婷 袁祥宇以2比1逆转夺冠 为中国羽毛球队贡献了一枚金牌 这对独苗惊险逆袭 震撼全场 他们的精彩表现 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比赛 也展现了中国羽毛球队选手的 顽强拼搏精神 在激烈角逐中 他们始终保持着意志坚定 敢于迎难而上 最终战胜对手 战上了最高领奖台 这一胜利 无疑是中国羽毛球队的骄傲 为球迷带来了无限欢喜 何继婷 袁祥宇的成功逆袭 不仅创造了佳绩 更为中国羽毛球队品牌 增添了更多的辉煌 在女双决赛上 李怡静 罗须敏 未能实现职业生涯守官 面对强大的对手 他们尽管拼尽全力 却未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尽管无缘冠军 但他们的精彩表现 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尊敬他们的拼搏精神 和不屈不挠的品质 中国羽毛球队女双选手的 兼任拼搏 展现了他们在赛场上的 刚毅气质 这种精神也将继续为 中国羽毛球队团队 带来更多的荣耀 另一方面 蓝丹世界冠军 罗健右以1比2西败 未能夺得冠军 然而 这场势力并不能掩盖 他一直以来的卓越表现 和杰出成绩 罗健右的优异实力 和拼搏精神 无疑为中国羽毛球队 增光天才 他的精彩表现 也激励着更多的羽毛球爱好者 勇往直前 中国羽毛球队 在这次泰国大师赛上 取得了一贯一亚的成绩 但在参赛选手缺席的情况下 这样的成绩 已经足以展现出 中国羽毛球队团队的实力和潜力 在比赛中 中国羽毛球队 共有14人参赛 8人被淘汰出局 而只有两队双打组合 打进了4强 在主力队员休战的情况下 中国羽毛球队 依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精神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本次泰国大师赛的等级相对较低 一些名将并没有报名参赛 包括石宇奇 陈宇飞 陈清晨 贾一帆 郑思伟 黄亚琼 等中国羽毛球队主力 这也使得本次比赛的竞争相对缓和 但即便如此 中国羽毛球队选手们 依然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对手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和拼搏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激烈的对决 展现了中国羽毛球队团队的实力和团结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中国羽毛球队团队将继续保持顽强拼搏的态度 不断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 为国家争光 在未来的征程中 相信中国羽毛球队选手们 将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 为羽毛球赛场增添更多的激动人心的瞬间 为世界羽毛球赛事带来更多的精彩与惊喜 中国羽毛球队的一贯一亚收官 展现了团队优秀的整体实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这不仅为球迷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比赛体验 也为中国羽毛球队品牌增添了更多的辉煌 期待中国羽毛球队团队在未来的比赛中 继续取得更加耀眼的成绩 为中国羽毛球队毛球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在结束了2024泰国羽毛球大师赛之后 中国羽毛球队迎来了下一战亚洲羽毛球团体赛的比赛 这将是春节之后的赛事了 中国羽毛球队将在休整半个月之后再度出发 本频道将持续关注和报道中国羽毛球队的最新动态 大家春节快乐 一起为国羽加油 我们期待在词后